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大家好 过了一个礼拜了 这礼拜一 我们今天 驾鱼没有怎么做 因为量很缩 对不对 当冲隔日冲 波段冲 实际操作并不是获利的保证 但是你又没有加他 24号 这个是今天 6月21号爆大量的个股 筹码大换血 外资小卖超137亿 今天卖很多 今天卖400多亿 所以指数跌了439点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开低走低 很多同学就在想 老师完蛋了啦 明天一定中错啦 我告诉你明天不会跌了 因为明天我们要做价差了 咚咚 那在这里看到没有 威胜收盘6561张 高盛大卖 但是台湾摩根去买 换手 台积电收盘3万多张 外资换手 创益收盘700多张 外资换手 老师今天创益有好消息 怎么不会拉涨停 今天大盘气氛那么差 你还拉涨停 明天我告诉你创益就可以有价差了 明天开低我们就会买 大概 三五十块跑不掉啦 三十五十跑不掉啦 世新明天开低我们就买 大概五十到一百跑不掉啦 爱普明天不见得会开低啦 搞不好明天价差十五块到二十块 我讲在前面喔 不要到时候 你没有打电话进来 我们做到了 你又没做到 对不对 安国心底 安国我们已经获利出一半 其实安国每一次来到164 165这里就会拉 那我们173块 172块出的嘛 对不对 有讲过嘛 威胜 威胜今天三大法院都在买 明天搞不好冲冲热的冲冲热 冲热冲热冲热 告诉你我最喜欢做价差的 金国光外资天天买 也差不多了啦 也要开始动了啦 文贸不是有一个老师很厉害吗 上个礼拜五买进拉尾盘 上个礼拜五买进今天全部套 所以我们文贸已经获利出一半了 下来我们要再买 因为又可以冲冲热了 对不对 同学看一下 你看最奇怪就是这个 齐鸿外资大砍4000多张 投信狂买3000多张 我在怀疑齐鸿 头信一口气可以买那么多吗 他不便宜 买了3000多张 是拿人家的好处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来看一下安国神顿外资卖了 金国光外资连买了 粗量就会供了 三大法院都买了 对不对 伟创6月25号除息 6月25号是什么时候 今天几号 24 是不是 明天除息搞不好就可以做了 因为我们看一下伟创 伟创都是都没涨过 伟创算比较低位阶 老师今天里面有没有 因为他既然要除息他只能够先买后卖 所以今天不管你买在什么位置你都输了 因为瘦最低 明天除息 小心除息 因为他都没涨 搞不好除息会马上填息 冲冲乐的冲冲乐 老师有郁金光 老师有文贸 这些股票都锁码 因为投信天天买就锁住了 IP股 我跟你讲这长线的创意可以挑战1800 那IP挑战500块 世新尚未转强 自应连买 但是美商高盛大买 盘中需要过这个强坛 在此操作档数可以增加 资金分配好 短线当冲隔日冲 能赚尽量做 波段也可以搭配短线操作 对不对 HBM今天创意有利多 老师 今天创意有利多 为什么不会涨 还开低走低的 凶手是谁 我们一定要找出凶手是谁 凶手就是外资 外资有利多 他就在砍股票 但是投信还在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创意 来看一下创意 我们一打一打来说 创意出完息以后 他大概都在1520到1650这个区间 还好我们这一天掌停板有卖掉 卖掉一部分 对不对 老师上次有没有跟你讲 创意嘛 我们已经创造1000块的价差 我们未来要再创造1000块 明天不要多啦 明天50块好不好 明天50块 明天50块 50块就50块 50块 来看一下创意 创意 今天是不是有利多 创意夺伺服器3奈米专案 外资 升目标价到多少 1830 你看外资是不是比我烂 我在这里就跟你讲 对不对 但是今天外资是 外资今天是卖创意 今天为什么卖创意 因为卖创意他明天才要买 看一下 来看一下 美系外资针对创意出具最新研究报告 这个3奈米的伺服器 不仅如此 维持创意加码平等 调收目标价9%到1830块 美系外资表示在这里 但是老师 外资说一套做一套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创意 为什么会跌 创意来看一下进出筹码 因为外资今天卖了685张 外资前两天都在买 今天为什么要卖 很简单 卖出来的钱明天要买 偷选 就这么简单 明天我带你做 创意的价差 四星的价差 爱普的价差 告诉你明天会涨 你不相信 赶快加烂 赶快加烂 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 明天高低点大概是在哪里 好不好 同学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 在这里 来看一下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 中错了439点 跌好不好 跌当然好 跌为什么不好 不然这指标那么热 对不对 每天这样涨 不是涨到三万点 五万点 十万点了 怎么可能 跌下来是好事 融资那么高 洗一下嘛 拜托这融资要退一下嘛 不然怎么办 老师 有没有股票涨停板的 对不对 来看一下 油威科 油威科 天天涨停 来看一下油威科 油威科在哪 油威科 油威科 对不对 因为连续三天涨停我们不买了 我要当他休息一下我再来买 对不对 油威科 老师 光照能不能买 光照也开始转强了 我们还没买 先讲好 我们还没买 搞不好明天会买 我们看一下光照 它有什么消息出来 看一下 光照五月营收年征 来看一下光照 光照的明天 要不要买 光照除夕日还没有订 还好 搞不好明天买 今天没有买 今天没有买 好 来光照油威科 通家 看一下通家 待会看一下通家 所以我们在这里股票都是先找好的 因为要先找好 我带会员做都是这样 把股票先找好 找好以后 隔天 当然还是要跟美国配合 美国如果今天跌一千点 我们这样讲 美国如果跌一千点 对不对 那你今天台北股市要拉也不可能 对不对 如果说今天已经跌过了 主力又进去买了 美国今天不跌了 搞不好明天就拉了嘛 所以我们做都有tempo你知道吗 都有节奏 你看 老师 你看我自选股有多少次涨停板 这我自选的 自选的 对不对 自选的 自选的 自选的没有一支跌停板的 那我待会跟你讲一下筹码 讲一下筹码 这一支股票开始转强 这是我们曾经做过的 叫洪康 老师洪康是做什么的 洪康 洪康看一下洪康 洪康半导体的 半导体的 半导体的 洪康你看一下 营收算是不错啦 虽然 去年都赔钱 但是第一季已经赔比较少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股票 有依有据 先把股票挑出来 然后看隔天的量价再来操作 所以同学这里面了 这里面开始准备要做了 准备开始要做 明天要做了 大概一般会员 一般会员大概会做 艾浦 安国 威胜 清代的大概会做创意 世心 要不要跟 不跟了 随便你的 我也没意见 那你就去找别人去做教嘛 那做的东西是很差啦 那 立刻白黄色贴纸贴起来嘛 涨上来就讲了嘛 跌下去就不讲嘛 所以同学 我们这样讲 做股票 做股票你要讲在前面 验证 对不对 你不能把那个电视观众 当做这个呆子一样 你看我股票涨停板 前面都不讲 这样不行啦 头顾老师不能这样干的 那我在这里写的每一档股票 写的每一档股票 都有量有价 好不好 有量有价 那明天到底要做哪一档 我们待会赶快加LINE 赶快加LINE 赶快加LINE 我明天会带你做 那因为今天让他休息一下也好 化解过热的指标 我的判断明天创意大概三五十块的价差 应该跑不掉 四星五十块到一百块跑不掉 艾浦大概十块到十五块 如果有量的话 大概可能二十块都有机会 同学你要不要跟 要不要跟 那我们下半场再回来 告诉你 明天我们要带你动作 谢谢 第二 绝不夸大计较华众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带进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万通国际头部 诚信至上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计较华众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带进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今天外资卖了400多亿 大盘跌了400多点 差不多啦 那今天为什么会跌这么惨 为什么还有的股票涨停板 对不对 今天会跌惨是因为 你看台积电 台积电你没有看到 这波很少 很少跌那么多的 今天跌30块 对不对 很多同学都会说 老师台积电破线了 没有啦 没有啦 台积电明天再跌也跌不了那么多了 今天还有什么2454 研发科今天也跌满惨的 跌80块 1400多块再去追嘛 创新高去追嘛 追了就中枪了嘛 对不对 那今天 今天大概不会有人讲鸿海了 今天鸿海跌多少 还好啦 还守在200块以上 还好啦 鸿海还好啦 看一下 鸿海领军嘛 油威嘛 扬城嘛 建汉嘛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鸿海集团的股票 鸿海集团的股票 对不对 鸿海集团有涨停板的 郑达也涨停啊 有威科不是涨停 杨成不是涨停 不是告诉你 对不对 群创也在涨 建汉快点涨停 建创从25块涨到35块了 你看一下 这25块啊 这37块啊 四肢涨停了 一定有老师跟你讲 我们这样讲 25块你要不要买 你没买 你去追到37块 那就赚不多了 对不对 所以同学啊 有时候涨那么多支涨停 就不要追了 你看一下 今天这个 鸿海集团的股票 在这里 金鼎来拉尾盘 你看他 金鼎来拉尾盘 讯星被警示股拉 尾盘也稍微拉一下 不是有一个老师 专门做台通吗 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 这样子 那样子 没有会员 没有会员才这样搞 来 我们看一下 今天 主力买卖超 看一下 来 同学看一下 这次叫艾普 艾普今天 投信买 外资买 外资连 连两买了 连两买了 明天 明天先要供 供过去400块 四星 你看 投信天天卖 天天卖 今天终于买了 老师 外资还在卖 我告诉你 保证外资明天会买 我们来修书一下 相书一下好不好 修书就是相书 对 看下创意 你看 外资不是调生平等吗 卖了400 卖了多少 400 600多张 但是 投信继续买 任养 看一下 威胜 老师威胜今天跌 明天就涨了 威胜 外资 投信自营商都在买 对不对 老师 那外资 投信自营商都买 可以保证他明天一定涨 你要看盘中 那个 那个关键价 量价 不是说 我跟你讲 明天你就去追喔 不过 涨的机会大 你看 创意创新高 外资投信自营商都在买 就创意嘛 看一下 对不对 预创啦 金国光呢 金国光 有人在买 外资小卖 这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到关键点 到关键点 金国光 好 看一下 因为明天的五日线要开始扣低值 走平了嘛 这一根涨停你没有赚到很可惜嘛 对不对 这一根涨停你没有赚到很可惜嘛 这一根涨停你又没赚到很可惜嘛 那明天就开始要攻了 有机会 我都事先预告的 我不要等涨停板 我再跟你讲 你看我股票涨停板 我最讨厌那种老师 用立可白黄色贴纸贴起来 然后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你看我赚30% 50% 赔的都不讲 对不对 我发觉前一阵子 有很多老师不是讲四星吗 对不对 都不讲了 做教的也不讲 做到哪边去 尖尖 拜托每一支股票都讲一下嘛 你有没有做 前面有讲的 后面就变得不讲了 老师可以这样干的 哦 他每个人都可以当老师啊 掌停板就说 你看我跟你讲 不行这样 仲夏老师是全市场 迦赖唯一告诉你 未来怎么走 怎么讲的股票 对不对 好 来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筹码给你看一下 让你看一下 看一下没数量的好不好 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券商进出表 主力排啊 跟你讲主力排行是指今天的排行 那明天有可能主力 会用更大的力量 有可能明天主力在这里放给它软 所以 你要必须跟量 配合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今天 主力买比较多的股票是什么 音叶达 有 音叶达有 还有滑东掌停板 滑东有 好 来看一下6531的爱普 哎 老师 今天主力买 买600多 卖600多 好看一下 谁在买卖 每人买了622张 一张是三十几万 还不到四十万 明天搞不好就四十万了 一张四十万 十张四百万 一百张四千万 六百多张两亿 对不对 看一下 他买的均价 好 给你 给你平衡一下 那美琳是不是 第一次在这里大买 对不对 他占上了五日线 占上了季线 所以明天 要的就是一个攻击量 那攻击量搞不好 就会突破四百 对不对 同学我讲的话 你自己参考一下 我们看一下今天3443 谁在买 老师 主力在卖 卖超23张而已 来 元大在买 元大不算什么 摩根大通 摩根大通 看一下 摩根大通买1559 等于1560 对不对 美琳买1571 对不对 美商高盛买1582 好 注意 我把奖的价钱 你把它记起来 那如果明天开低买 什么价钱卖 你就知道了 我会跟你讲 加拉 我会跟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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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看一下 那看一下 今天上海汇丰 卖比较多 上海汇丰 不是美系外资 对不对 上海汇丰 卖1580 但是1570 又买回来 那上海汇丰 卖比较多 上海汇丰 筹码呢 你看上海汇丰 大通也在卖 美琳也在卖 瑞银有在买 瑞银 看一下瑞银 买2673 卖2672 老师他小赔赔 小赔赔没关系 好 再来看一下2388的威胜 2388的威胜 2388的威胜 誰在买 瑞银 瑞银 瑞银買多少钱 120块 凯基买120块 所以注意啊 今天售盘价多少 今天售盘价117 所以小套 但是我认为明天120块会过 一定过 或者说 一开就120块往下打 不过120块会过 但如果说 开个平盘 平低盘 你可以设120块 买卖 老师把我的pebo 都教你们了啦 对不对 看节目 笔记拿起来记一下 好不好 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 笔记拿起来记一下 好不好 因为记一下你就赚得到钱 我跟你讲的 哪一些券商在买卖 人家不是买一张两张 人家买几百张 你买个十张来冲一下 你会死 对不对 同学 来跟着我做 对不对 所以 验证是最大的程序 你手上的股票 把它来看一下 明天当冲要做哪一支 明天要怎么买怎么卖 当冲要怎么做 为什么买为什么卖 你要讲清楚 小时限半小时限翻多 量出来先攻一段 会攻到什么价位 所以同学 验证才是最大的程序 今天会员没有什么动作 明天就要有动作 就要开始赚钱 数钞票 同学 当冲隔日冲 波段冲 实际操作 不是跟你讲获利的保证 但是时间点对了 我们就要带你做 就要带你赚钱 明天赚它 三十块五十块一百块两百块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